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MIG大叔 這間南京七里鄉通話店 是很有名的臭豆腐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這邊有寫他們的共餐時間 內用是直接進去點餐嗎? 內用直接進去點餐 找一下 讚 對,看起來真的是很讚 好,那這上面也有菜單 店內現在都已經坐滿了 差不多有三十幾個位置 好,那這是完整的Menu 然後原本應該都算滿平價的喔 好,那Menu大概就是這樣喔 可以在零件看一下 好,那MIG大叔點這邊的招牌炸臭豆腐喔 還有那個 綜合鴨血臭豆腐喔 好,吃吃看 好,那大份的臭豆腐就已經上桌了 MIG大叔料錯了 他這邊的份量真的很大份 大概大的豆腐的話應該有四到五塊吧 好,這一盤真的滿大份的 好,因為畫面還裝不下喔 好,那就吃吃看 好,長這樣 剛炸出來的應該是很酥脆 好,臭豆腐的話外皮很酥脆喔 裡面臭香臭香 很好吃喔 嗯 要怎麼說呢 就是 是MIG大叔喜歡那種 就是 也有一些臭味喔 比方說都只有 豆腐的味道 那就不夠臭喔 還是有些臭味才比較好吃 好 那這個MIG大叔滿喜歡的 好吃喔 而且它份量很多 分量真真真的 哈哈 真的太多了 真的是有點誇張多 這是75塊的份量 可能 光這一盤吧 一個女生肯定可以當一個晚餐喔 分量真的很多 好 它味道都是清淡清淡的 那主體還是那種臭豆腐的臭味 MIG大叔很喜歡喔 因為臭豆腐它沒有臭的話 就不叫臭豆腐 所以好吃 嗯 先是香味喔 然後臭豆腐的臭味才冒出來 然後 蒜香啊 什麼這些的 蒜水味這些冒出來 所以很好吃 嗯 有90分以上喔 好 那這個就是臭豆腐的介紹 好吃 好吃 因為炸得很香酥喔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好 好 那個辣椒原來是放在旁邊喔 沾一點看看 炸電椒 喔 炸電椒還蠻辣的喔 哇 辣的很過癮 吃看看泡菜 嗯 聽得出來喔 很有嚼勁喔 酸甜酸甜的 很好吃 好 各鄉都 可圈可點喔 很好吃 好下一份是綜合鴨血臭豆腐 還有加大腸的 好 沒有當初發現這家店 就是特色是CP值很高喔 那份量真的很多 臭豆腐有錢塊 大概是兩塊吧 翻不起來 然後腰鴨血大概有四塊 然後有酸菜 那這個應該是大腸 份量真的都很大 好 那先喝喝看湯的味道 那個大叔點的是中辣的喔 看得出來他們是用朝天椒做辣的喔 不是辣椒醬 好 喝喝看燙透怎麼樣 嗯 好 就有淡淡的中腰味 喔 裡面還有青菜啊 這倒比較少見喔 一般抽到裡面都不會放青菜啊 是地瓜葉吧 那還蠻有健康概念的 壓血吃吃看 好 滿軟嫩的喔 好吃 再一次臭豆腐 看起來應該是吸引蠻多湯汁的喔 好 這種有孔洞的所以會吸引蠻多湯汁喔 嗯 臭豆腐本身的味道很 滿重的喔 好 就像剛剛麥克大叔講的 就是 香中帶臭喔 臭味道還滿濃的 再加上這個湯本身的味道 所以說吃起來就很好吃喔 好應該看得到喔 這豆腐本身有很多孔洞 然後這個湯也香料滿重的喔 所以說喝起來滿好吃 滿香的 好 嗯 嗯 看看喔 應該是兩大 一塊 一塊臭豆腐啦 好 一塊臭豆腐跟很多青菜喔 這樣也好 這樣比較健康喔 好 那這個就是綜合臭豆腐的介紹喔 好 因為老闆說他們沒有印明片喔 好 地址就在這裡 南京七里香通話店 通話街263號 好 各有來就住各用餐一塊喔 蠻好吃的 好 掰掰